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晚的馬聯球迷的多重元宇宙 今天會和大家講講我們1比0富含長波 今天只有Vincent幫忙錄音 但有兩位朋友的留言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位朋友就是這樣說的,最重要一點 Play like your minute 我想這件事也是適合這場波的討論空間 麥湯也有回應過 他們知道球迷每個星期都很辛苦地去看一場波 希望他們可以做到,這場波是不是真的做到呢? 真是見仁見智 這位朋友是這樣說的 他說今天最佳表現的是一班對馬聯不離不棄的萬迷 作客也不停為我們的球隊唱歌 這個真的,因為我平時很少開著聲音來聽 不過有時也開完聲的,或是開英文那邊來聽 這次就是這樣跟一班人看 他們開了聲音都播出,即是很大聲 我真的很清楚聽到一班作客的球迷不停地唱 United,United,United,和唱其他歌 很有趣的 英超的收音方面很過癮 永遠都很容易收到那些作客的球迷的聲音 主場球迷唱歌反而不是經常收到的 這個很有趣的 好,這位朋友繼續說 他說這幾場我看到同一件事 就是這班球員 踢得更差也好 他們一直都沒有放棄過 潘奴就是這樣 全場沒有的好球 誰知道就在保持的階段 福之心靈 現在我們曼聯就是靠這部電影 先頂著 先頂著 各位請留意 好,另外一位朋友 跟我有件事想討論 他說大帕,順理性討論 不過說真的 我們在萬迷早晨的討論 全部都是理性討論 他說 你認為現階段雙兵滿營 後防不移短傳組織 大腳踢上前場 但長傳成功率低 很容易被人打反擊 是否應該堅持短傳 全紅給有份踢的那班 有得練習 阿仙奴堅持了三年 去年已經是增患 我們還要等多久呢 會再說多次順理性討論 我當然一定是理性討論 我想 很多朋友在其他地方 跟很多人討論都不是很理性 所以經常很害怕不是理性 不過 我們這裡也很理性討論 大家可以放心 好了 我就回答他了 文字上高也跟大家說一說 第一 這不是我的決定 而是坦克的選擇 因為這真的是坦克做出來的決定 你問我的話 我其實偏向要堅持 但是有些條件 我就說 第二 短傳失波被人拿到 更加會很近龍門 失波的機會更加大 等於 記不記得 我們去年還是前年 迪基阿或者是 老麥 在後場短傳失落的話 更加容易被人入球 所以 你說長傳失 然後被人很容易打反擊 這個也是 但是短傳失 更加被人容易打入龍門 第三 這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的後防戰 大部份都是一些年輕球員 練習短傳一段時間之後 慢慢進步 一兩年之後 可以幫到手的話 一定一定值得去做 但現在情況並非如此 最後 始終我們不清楚跟衣室的情況 沒有得看他們練習 不知道他們練成怎樣 所以 很難討論 因為 如果練習練得好好的話 正式比賽當然值得一試 相反 練習的時候已經一劈子 一定要改變 沒有得選 所以 我們都是不知道實際的情況 以上就是幾位巴仁的留言 接著現在就是 Vincent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Vincent 女子馬里西亞 今場我們 主場打富咸 贏了1比0 緊緊索 又是 不到最後的時候 就不入球 看來這些 這樣的表現 應該是我們今季 萬年應該 今季的表現 就是說 長長都是 贏了1比0 長長都是 要最後時間才入球 OK 贏了 對我們這些 勝利球迷來說 當然開心 對不對 OK 又獲得3分 嗯 呃 個別球員呢 呃 呃 都表現得OK 如果說 要彈的 應該是 Anthony 呃 Anthony 成隊之類 Anthony 和馬仔後面出來 沒有法子的了 這些十幾分鐘 OK Anthony 還未去到他追加狀態 呃 有時候是 奉手一半 又要給回 雲比沙家 叫雲比沙家自己 自己奉手了 OK 今次我們後面 都出了 雲比沙家這個猛將 真的好多謝他可以復速 因為他們復速 啊 啊 啊 大陸子打了 左閘 OK 那我們上閘就 沒問題 比較穩真 OK 啊 中間 麥加雅 配一元四 OK 兩個都 叫做 啊 完完整整啦 完完整整啦 沒什麼力量啦 OK 我呢 都有幾個 神教啦 應該要比的 應該要比他神教啦 OK 頂住 負陷的攻勢 雖然負陷也不是 功德那麼多 OK 啊 啊 前面的 啊 啊 加拿走 啊 賀龍 官奴 啊 啊 都是那句啦 最重要這些前面的 射波 要射中龍門先 給對方的龍門夠多少 OK 啊 如果四五中 龍門 啊 對面的門照又 啊 又有少些負擔 那 信心就大了咯 那我們要入球更加難了 OK 啊 啊 啊 所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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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其實都是不失不過,他入球真是幫到萬年贏到3分 雖然他們入球過程有多少苦路,有多少行運 都是要多謝Paris Street的不放棄追著這個球 再加上站在那裡都可以頂到對方要清球 對方後衛要清球的時候,球都是看著Paris Street來踢 轉來轉去,Paris Street又傳給Buno Buno這顆球都有多少技術 他先騙了對方的兩個防守 一轉腳就一射 就入球了 雖然對方的門將也有碰到那顆球 但還是應聲入球了 所以這次真是好笑行運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贏下去 星期三的Champions League 希望可以贏掉過分 希望可以贏到過分 希望可以贏到過分 所以卡斯米蘿應該要上來一個月 希望不用那麼久 我們要繼續營業 這次就這麼多 拜拜